2003年5月 西藏边境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一个天大的喜讯而沸腾了 家家户户纷纷拿出五星红旗挂在门前 有些村民甚至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这些村民被称为达曼人 因为历史原因 他们被遗忘和抛弃了两百多年 如今终于得到了中国的承认 有了正式的国籍 也终于能享受到一位合法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和待遇 至此达曼人终于结束了几百年来 居无定所 尽受漂泊之苦的艰难时光 甚至在不久后 家家户户还顺利住上了别墅 那么达曼人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又为何长期没有中国国籍 他们现在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喜欢作者的话就点点关注 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从小我们就在歌曲里听到 五十六个星座 五十六指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事实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些难以认定的民族逐渐被发现 神秘的达曼族就是其中一个 想要详细了解他们的历史 还要从清朝讲起 清朝中期达曼人的祖先 尼泊尔人被库尔喀布族控制 实称库尔喀人 在尼泊尔境内是一个强大的部落 由于我国西藏边境地区和尼泊尔锦陵 边境县悠长 地形又比较复杂多变 因而边境防务比较薄弱 野心勃勃的科尔喀人 借机对外扩张 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 经常在边境地区烧杀强掠 后来更是借贸易纠纷为名 入侵了我国的西藏地区 由于清朝当时的驻藏部队实力比较虚弱 再加上大学马上封山 因而不愿和库尔喀人大动干戈 于是私自和库尔喀人议和 许诺每年都会去与对方一定银两 希望对方可以退兵 听信了新政府的承诺 库尔喀人随即退出了西藏地区 但到了该发银两的时候 地方官员却言而无信 并没有兑现承诺 于是库尔喀人一怒之下 再次选土重来 消息传到朝廷之上 乾隆皇帝对库尔喀骑兵 三番两次的冒犯 感到十分愤怒 决定采取有利措施 将库尔喀部落打到跪地求饶为止 1792年 福康安奉乾隆皇帝之命 带领一万多名清军 讨伐库尔喀 当时的清朝还处于 比较强盛的状态 福康安果然也不负众望 带兵在藏南一带 取得了战斗的压倒性胜利 库尔喀战败 只得俯首称臣 这场清藏风波 也到此为止 但就在与清军作战的过程中 库尔喀里有一小支骑兵队伍 不慎在地形复杂的藏南地区迷了路 与大部队走散了 他们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这些人因库尔喀骑兵战败 而不敢回去 生怕被当作逃兵处决 另一方面 此时立马转投清政府 又不太合适 于是这些人 只能被迫在西藏和 尼泊尔交际的地方隐居 天天流浪在密林里 捕捉山间的野果和鸟兽果腹 但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他们生活很艰难 甚至有些已经扛不住去世了 一年后 迫于无奈 他们主动求见了 驻扎在西藏的清朝官员 决定投靠大量的清政府 但在当时清政府想发保守 始终坚持 非我族类 起心避意的观念 再加上 库尔喀人 民风彪悍 更觉得这些异族人 是没法在国内安安分分生活下去的 因而不回了他们的请求 骑兵们辗转又回到了尼泊尔 希望国王可以宽大处理 但尼泊尔这边也并不承认这些逃兵 随即把他们赶了出去 这些骑兵在无奈之下 也只能继续漂泊 最后在两国边境寻找到一个地方进行定居 这个地方就是我国的吉隆镇 最后 尼泊尔被英国政府 一些库尔喀人沦为了难民 无计可施的他们也逃到了吉隆镇 在这里生活 随着时光的推移 这些库尔喀人逐渐和我国藏族人互相通婚 人口也越来越多 成了如今的达曼人 在藏语中 达曼人就是骑兵的后裔 这也体现了藏族人民对达曼人身份的认知 算起来 达曼人已经繁衍了好几代 但由于历史原因 他们却一直未能成功加入中国国籍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长期以来 达曼人一直在我国吉隆镇 劳作生活 这里地理位置偏远 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比较落后 男人们大多以力气活为主 女人们早早起来喂牛 织布 用来补贴家用 生活十分贫苦 长期以来 一个男体深深地困扰着达曼人 那就是他们没有国籍 为此达曼人也曾付出过很多努力 但这一路历经艰难曲折 最后也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被清朝和尼泊尔驱逐后 达曼人一直不曾放弃 向清政府多次发出加入申请 但在清朝后期 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自顾不暇 根本无力治理边境地区 民国时 我国就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 政权不断更迭 当局也没能顾得上达曼人 因而几百年来 达曼人一直没有获得国籍 由于不具备国籍 达曼人吃了不少苦头 其他公民拥有的合法权利和保障 令达曼人羡慕不已 却无计可施 生活方式落后的达曼人 只能住在用石头和木头搭建的屋子里 孩子们也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后 看到身边的藏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生活越过越好 达曼人的心里泛起一阵苦涩 尽管因为历史原因 达曼人一直不曾被中国承认 但他们从心底里 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 如果非要追根作源 达曼人其实是尼布尔人的后裔 最初他们的长相也比较特别 具有一些白种人的特征 他们五官立体 有着蓝色的瞳孔 眼窝深陷 但随着通婚和繁衍 长相逐渐与我国藏族人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另外 由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交流 达曼人几乎已经和我国藏民融为一体 不管是在文化习俗上 还是在语言上 都没有什么区别 因而达曼人对中国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 除此之外 驻扎在边境的中国军人对待达曼人 也是非常热情 经常力所能及地向他们伸出援手 这就更加坚定的达曼人 想要成为合法中国公民的强烈愿望 2003年达曼人终于迎来了转机 中国国务院终于批准了达曼人 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 将其化封为藏族的一部分 按照我国的民族政策 达曼人享受藏民拥有的一切平等权利和公民待遇 这一消息传到村子里 达曼人不禁心急若狂 这个辗转流浪了几百年的民族 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属 不少老人感慨良多 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家家户户急忙把五星红旗挂在了房门前 整个小山村里 煞石飘起了一片鲜艳的中国红 为了改善达曼人的生活 中央政府指示当地政府 专门在日喀泽地区 给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农村 名为达曼村 最后投入了大量资金 为四十多户达曼人 修建了崭新的两层别墅 里面的家具和日用品都是全新的 政府还给他们分配了牲畜和农具 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除此之外 政府还积极投资 为达曼村修建饮水设施和公路 大大方便了达曼人的日常生活 为了保证达曼人的受教育权利 政府修建了专门的学校 孩子们终于可以坐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教育 父母也替孩子们感到非常开心 中国政府最后把达曼村 列入了扶贫对象 村民们每年都能收到 来自政府的大量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援助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达曼人民的生活水平 蒸蒸日上 一方面 达曼人打铁和编织等传统手艺 作为一种特色文化 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的好奇和参观 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另外 在网络的普及和政府的帮助下 达曼人学会了利用电商平台 把做好的手工艺品顺利卖出去 获得了高收入 另一方面 达曼人还积极种植生姜等经济作物 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除了收入提高外 孩子们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 在政府建设的学校里 达曼孩子认真地跟着老师学习汉字和藏文 在2017年的高考中 达曼少年达瓦多吉顺利考取武汉理工大学 成为达曼村建村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为全村添了一个大喜事 达曼人从加入中国国旗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以来 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口也迅速增加 从不足100人增加到了200人左右 村子的规模也在进一步扩大 村民的日子也将越来越好 事实上 像这样由于历史原因 一直没有被我国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的 并不只是有达曼族一个 还有生活在贵州西北地区的川青族 川青族作为一个中国未识别民族 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疑惑 川青族的历史十分悠久 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 明朝时政府曾派出一些汉族将士到南方征战 将士因故留在了当地 并和当地的土族人结合 他们的后裔就是川青人 而之所以得名川青 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川青色的衣服 明朝至今几百年光阴转瞬即逝 那么在这里定居已久的川青人 为什么一直没能被认定为少数民族呢 早在建国之初 我国就大力开展民族调查行动 来划分各少数民族 川青人也随即提出了申请 但由于川青人有着很高的汉化程度 虽然还保留了一些民族服饰和传统习惯 但却已经基本忘却了自己的本民族语言 在生活习惯等各方面 都跟当地的汉族人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 川青人从历史角度看 属于汉族人的一个分支 虽然后来这一观点又遭到了不斥 但对于这件事 史学家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 并且由于战乱等原因 川青人没有保留好族谱等重要资料 很难证明民族身份 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 川青人被暂时划分为了汉族 面对这种结果 许多川青人并不接受 但也只能暂时搁置 直到2003年 川青人的民族问题 重新得到了政府的关注 虽然最终还是没能确定 川青族这一概念 但国家专门为川青人颁发了特殊的身份证 在身份证的民族一栏里 标注为川青人 川青人也依法享有少数民族的待遇 在国家的帮助和鼓励下 川青人的人口已经迅速发展到了60多万 比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数都要多 正因如此 有人猜测在不久以后 川青人或许就会成为我国第57个民族 虽然我们目前对此还不得而知 但毫无疑问的是 川青人和达曼人一样 在新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推动下 已经过上了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正因如此 他们一直都把中国政府的帮助铭记在心 常怀感恩之心 时刻想着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达曼族定区的边缘地区 一些年轻人纷纷参军入伍 主动担当起了保家卫国的神圣责任 基隆边防战士马桑就是其中一位 出入部队的他只会说藏语和战士们交流不便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 巴桑顺利学会了许多东西 也成长了很多 在入伍的五年里 巴桑总想着为国家多做点事 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深深感激 在一次采访里 巴桑说到 国家对我们达曼人这么好 为我们解决了许多难题 我要自己多干一点事 不能一直麻烦国家 这样朴实的话语 不禁令人十分感动 当然远不止巴桑 很多达曼人都把政府的接纳和帮助 看在眼里 挤在心里 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总而言之 达曼人经过多年的等待和努力 终于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成功摆脱了居无定所的过往 人们顺利的安居乐业 过上了崭新的生活 这种喜人的变化 既离不开新中国对民族问题的重视 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实事证明 我们的新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国家 不论是达曼人还是川青人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民族 但都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 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各民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推动新中国的建设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妨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